死角有沒有 死角有沒有 從大卡車死角經過 一不小心就被輾過去 這也是大卡車死角 造成的車禍意外 除此之外還有左轉不當 驚險畫面一個接一個 讓人看得頭皮發麻 難投車禍意外頻傳 其中24小時內死亡車禍 高齡者佔的比重相當高 102年佔了三成 103年更是超過四成 全國比例最高 高齡者行動反應比較慢 本來就容易發生意外 加上南投山路多照明不足 以及左轉不當行經大車死角 都是車禍比重高的原因 南投監禮站會整了一系列 車禍直擊影片 宣導行車安全 晚上他直接從這邊走過來 結果通過車從這邊撞到你 這個也是當場的就是 除了製作影片還發放LED燈 就希望民眾在馬路上 能注意安全 避免憾事再度發生 記者蔡玉凱 新宇林南投採訪報導